父亲节之际,无尊罕见晒出一双儿女的照片 无尊和奶奶穿着NBA芝加哥公牛队的亲子球衣 一手抱着女儿,一手抱着儿子 奶奶大家毫不陌生 而奶奶弟弟Max可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去年,无尊带奶奶录制爸爸回来的第一季 让粉丝爱上了这个小公主 奶奶曾在节目中要看弟弟 意外让当时还是小婴儿的Max照片被摄像机捕捉到 曾引发粉丝的热碰 一年过去后,奶奶和Max都长大了 Max跟爸爸都戴着鸭舌帽 也是父子三人中唯一戴墨镜的 想来是无尊不想让儿子面容全曝光而做的保护措施 即使只露了鼻子和嘴巴 网友都惊呼,Max也是个小萌神,酷酷的 除了这张照片 我们曾还晒出奶奶画给她的父亲节贺卡 妇女合照也充满温馨 网友感慨,无尊对女儿的爱超过了儿子 这么多张照片只有一张是儿子的 果然还是女儿奴 夜死了前面周星,上海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